欢迎楼干扯主要水丸因自楼水系 也是台湾農业相当重要的水利港亭建设计计 立委的让農业影响表现五路结合 农委会农典水利数 也将利用楼干扯 能楼打着一条贯穿五位兄弟 等40.3公里的主行车报道 这次立委老建国也邀请农典水利数 以及这些电影单位共同来讨论几位 国华会传递专台来搭造七条国家级的绿道走线 其中只尽力都由传递婚宁楼干扯来作成立 为了希望让这条婚宁的主行车报道 有了不一样的特色 平台结合各地区 立法委员老建国 这次也特别邀请到 国担委以及国社区共同来作讨论 国华会所推动的全国七条 有关这些主行车的路面 我们希望婚宁这段 可以是同特色 同水的 尤其是在楼干扯的圆扯 要做这些水浸绿道 所以我们希望有隆电水里人 的相关过去打拼的这个率数 都可以透过这条路干扯来挑衅出来 所以希望每一段 的会员都可以大家拼起要求 代理我们的临闻 代理我们的定性 我们才可以感到有批评 所以第一条创应会 我们今天来照顾 将来搭造的路干扯 自行车报道 全当夜中有40点三公里 其中今天看穿 拿来市场 获购脱口 完整顶外的兄弟 第一个工程中经费 每一月6千万 从林内开始 经过赤铜 吴伟 浦库 跟园长 然后接到 加南大郡的 北干线 那未来我们先在这总长 差不多40公里左右 我们会先 第一阶段先把它 那个整个路线给它串联起来 然后把它路面改善 跟安全设施做好 这是我们第一阶段 大概经费大概要1.6亿 那接下来就是第二阶段 我们就是会开始进行 沿路有一些植栽的部分 前阶段目前的路线 要这些民众 会做通车修用 为出浪电水里 让大家大家不用来烦恼 但是未来几位 造成主行车 不断了后 也将会继续来 保留通车空间 因为我们自行车道 如果按照标准的段面 大概2.5米左右 那当然如果还要一些安全设施 可能3米多左右 如果这个 在空间上允许的话 我们不会说 让那个 比如说民众已经有在通勤 把它中断 我们原则上是用共存共隆的方式 然后人车 就是车子跟自行车 能够分离的方式 达到安全的这个效果 本年路线算是 台风重要的工程件事 他现在要将来 设计贯穿五乡定的 特色主行车报道 卡卡拉车 建设来欣赏 高充美丽风景 提案本年的农村生活 期待报道完成了 可以成为专台民众 休息的好基础 记者将以赞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